黄金在飞龙的时候出现了大跌 那么这个下跌走势是否会延续呢 大家好 我是曹老师 最近用黄金的行情真的是非常刺激 在我们的黄金策略群里面的朋友 也壮得很满包满 因为在我们的群里 我和社区及其他老师 会根据行情变动 及时把高胜利策略放到群里 而且最受大家欢迎的石盘直播 也是在这群里面进行直播的 如果你有兴趣加入我们的黄金群 可以用微信扫一下右边的二维码进群 或者说关注我们公众号阿萨社区 留言黄金群进群 大家好 我是曹老师 那么今天是12月11号星期一 那么其实在上个礼拜的走势当中呢 行情确实出现比较大的变化 主要呢就是因为我们所说的 飞龙数据对它产生影响 比如说我们在上个礼拜星期五的时候呢 收飞龙数据预测飞龙数据呢 会利多黄金 但是最终呢没有利多 它反而呢下跌了 其实下跌之后啊 就像我昨天跟他所说的啊 就像我上个礼拜星期五 我跟大家所说的 我上个礼拜星期五的观点就说 黄金呢看涨 涨的话呢 有两个方法去做多 第一个就突破之后 突破2040之后呢 顺势做多 第二个的话呢 下跌之后去做多 所以呢 在上个礼拜星期五 飞龙数据公布之后呢 当时一根大阴线直接跌下来 跌到了2014 看到出现比较明显的单针探底之后呢 直接去做了这个多单 把握了这一段反弹的走势 这也说明什么呢 也就是说 不管行情如何波动 我们只要做好预设之后呢 市场总是会给到你机会的 就像上个礼拜星期五 本来预测黄金呢 是上涨 但是跌下来了 跌下来之后呢 一样的有做多机会 所以说这一段反弹 2014到2026 2027的这段反弹呢 就成功的抓到了 虽然说后面再次下跌 那就是另外一段话了 对吧 所以呢 我们的直播啊 大家一定要记得预约观看嘛 OK 你像在上个礼拜星期五的时候呢 黄金它是一个 另外一个是原油嘛 原油呢 在上周五的时候呢 观点比较明确 就是持续看涨 因为上周五的飞龙呢 对黄 上周五的飞龙 对原油的影响呢 基本上是没有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原油在上周的时候呢 基本上就保持了持续向上的走势 星期五的时候 涨得最高点位 在71.6 对吧 基本上呢 也算是涨了100来个点 所以说你在上周五的时候 按照思路去做多黄金哦 去做多原油的话呢 那么这一单 应该也是成功获利了 那么在上周的走势当中 行金涨涨跌跌嘛 但也没有太大的偏离 基本上没有偏离 我们这种思路 对吧 那么在今天的走势当中 有什么样的机会 有什么样的行情呢 我们就一起期待一下咯 大家同样的 看一下我头顶呢 有那个进度条嘛 对吧 大家想看哪个 就直接呢 先快进到哪个产品 OK 那么先看一下欧元的走势 欧元怎么样呢 欧元的话呢 在目前的节奏当中啊 其实下跌节奏呢 还是比较清晰的 然后就是有一点 哪一点呢 基本上呢 快跌完了 也能感觉呢 有点要跌完的意思 为什么要说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欧元在这个整体的 下跌结构当中 它的最低位置 是跌到了下方 107 1.072 这个位置 对不对 它最低跌到了 1.072 这位置 那我们可以画一条水平线嘛 画一条水平线 OK 那么这个 它为什么跌到 1.072 就不跌了呢 为什么呢 因为的话呢 1.072 就是它左侧的低点附近 对不对 左侧 这里有根大阳线上涨 大阳线的低点 就在1.072附近 那么大家想一下 大家回想一下 回想一下 在上周五的时候 钱老师怎么说呢 想要说上周五的时候 飞龙数据对欧元的影响 只有两个 哪两个呢 第一个的话呢 如果飞龙数据对欧元利多 那么就看涨至上方的位置 大概在1.0900那个位置 对不对 然后第二的话呢 如果飞龙数据利空欧元 那么就跌到1.072 1.070这个位置 因为1.072 1.070呢 就是左侧低点 所以在上个礼拜 星期五的时候呢 就跟大家想 做欧元 只有一个选项 什么选项呢 突破之后 直接看涨 或者说 回踩之后呢 直接做多 基本上 也上到那个节奏了 对吧 那么你可以看到 现在欧元的价格 是在 1.076 1.0766 那如果说 在1.072 附近做多的话呢 那么大概也是 撞了46个点 对吧 下跌 反弹的走势呢 是比较清晰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目前这个节奏当中啊 欧元呢 它确实下方的支撑 已经很明显了 就是在1.076 对吧 那能不能再创新低呢 是直接上涨 还再创新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小周期 小周期的话呢 比如我们可以看一下 一小时级别 在一小时或三分头吧 在一小时或三分头当中 大家其实可以发现 这个欧元呢 它其实没有什么 特别大的变化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欧元的话呢 它前面跌跌跌跌跌 飞龙数据暴跌 微星反转再下跌 对不对 它只是把这个趋跌加速了 最低跌到1.0728 对吧 这位置 那上方有没有改变呢 上方的走势有没有改变呢 其实也没有 我们可以看到 上方的话呢 基本上你画条压力线嘛 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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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压制效果呢 还是比较清晰的 所以你可以感受到一个东西 感受到什么呢 像这个欧元呢 它走了什么呢 欧元经过 高位下跌之后 反弹上来 高点已经成立了 低点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目前的话呢 是一个小幅上涨通道 小幅上涨通道 在没有突破 前高之前的话呢 那就属于什么呢 属于上涨之后 预阻回落 对不对 这个是从裸K的角度 去考虑的 那如果是从指标呢 比如说我们加个布林带 对吧 你加个布林带也可以感受到 基本上反弹到 布林带上轨 预阻 反弹到布林带上轨 附近呢 有所预阻 是吧 所以呢 就很明显 怎么明显呢 上方高点 就是上涨压力位 大概在 1.078 大概在 1.078 这个位置 换句话来说呢 目前 欧元的走势 欧元怎么样呢 欧元上涨 预阻 上涨 上方有压力 然后呢 要下跌了 明白的意思吧 因此在这个节奏当中呢 可以在 1.078 0 这样的话呢 形成下跌 所以欧元的话呢 虽然说 它的走势 有所变化 但基本上呢 就在我们的掌握当中呢 这是欧元嘛 那我们来看一下 英镑 英镑怎么样呢 看一下英镑啊 英镑的话呢 它其实啊 有一点点那种意思 什么意思呢 有点 有点 调整 但是 下跌这个方向呢 它是不变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 英镑 在目前走势当中 它昨天最低到什么位置啊 在上周五的时候 最低跌到什么位置啊 最低跌到了 1.25 附近 是不是 1.25 附近 OK 那么跌到 1.25 附近 那么 1.25 是什么位置呢 画一条水平 支撑线 好 画一条水平 支撑线之后 你可以感受到 1.25 是不是 前面上涨的这种 节点附近 对吧 所以像 英镑的话呢 它其实跟欧元 差不多 英镑也跟欧元一样 在飞龙的时候呢 出现了先跌的走势 那么这个呢 也是跟我们上个礼拜 所说的一样的 做英镑 只有一个选项 就是做多 可以突破之后 顺势多 也可以回调之后呢 逢低多 那么你像在 上个礼拜 星期五的时候呢 这个低点 基本上是符合了 我们逢低做多的一个位置了 OK 把这个捋清楚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一小时级别的走势 其实 在一小时图案中 这个行情啊 它并没有什么特别 特别什么 特别明显的变化 但是有一点很明确 怎么明确呢 自从它形成双顶之后啊 高点是在不断降低 低点在不断回落 这个就是双顶嘛 对吧 上涨回踩 上涨回落嘛 那这不就是双顶吗 双顶形成之后呢 行情在不断的下跌 不断的回落 对不对 OK 把这个捋清楚之后呢 我们就画条线吧 上方画压力线 然后下方的话呢 画直层线 对不对 那你可以感受到 有没有感受到这个细节 什么细节呢 高低点相连接 这个下跌通道 是不是非常的清晰 按照目前走势 英镑在一小时级别当中 英镑啊 在一小时级别当中 高点 高点 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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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比较明显的下跌通道 所以说 如果说你要去做英镑的话呢 从细节上来说 应该是反弹到这个位置之后呢 再去做空 对不对 那么先反弹再做空 那是不是跟刚刚欧元是一样的 欧元的话呢 也是希望他反弹一点点之后 再去做空单 OK 那么这个走势呢 是从裸K的角度去讲解的 那比如说 我们把指标加上 把指标加上 加上那个布林带 OK 你可以看到布林带 它是不是也是持续向下的 没有问题 对吧 所以说 按照这种情况来说的话呢 英镑 如果要去做空单 应该是反弹到上方 1.258 1.257 附近之后呢 去做空 下跌的话呢 比如说跌到下方 跌点 1.250附近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们就给他做一个总结 什么样的总结呢 比如说 在目前走势当中 英镑的话呢 是不是 一小时级别 方向是空 那么 反弹到 1.257 0 附近 空 是不是 OK 那么止损的话呢 也不用太多 止损 1.26 200 附近 作为止损 目标的话呢 可以跌到 1.25 100 附近 也就是说 你只可以 可以只做一个短线单嘛 像那种上涨 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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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个短线空单 是不是 所以像欧元跟英镑呢 他们呈现的效果 其实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浅显 大家只要认真分析的话呢 应该也能看得出它的规律性 那么你像行情呢 在它的波动当中 还是有规律的 小老师呢 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一个东西 叫做 行情节奏表 那么如果说你有这个节奏表的话呢 就可以准确的把握住 市场在什么时候会有波动 那么只要大家 扫一下 屏幕当中 二维码 或者说观众我们公众号 阿萨社区 回复领取行情节奏表 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及时领取这一份 那么其实做交易嘛 最主要的是 把握市场的规律 所以说你有这个东西的话呢 一定会助你一臂之力 OK 那么这个是讲的是欧元跟英镑 那么再讲讲那个什么 黄金 黄金怎么样呢 黄金在昨天的波动当中 或者说在上周五的波动当中 还是蛮有意思的 是吧 我们可以看到上周五的时候呢 是公布了美国的飞龙数据 飞龙数据公布之后 五分钟级别 2027直接跌到2014 五分钟跌了13美金 那么在上期节目的时候表示 飞龙数据公布之后呢 黄金只做什么呢 只做多单 所以看到这个大跌之后呢 出现单真探底 直接做多 然后就把握了这一段反弹的空间 那么像这段反弹空间的话呢 也将近有10美金 所以说什么呢 所以说 大家一定要看直播 因为飞龙数据 它不是说我预测啥 它就走啥 对不对 而是什么呢 它波动什么 它有什么波动 那么实时的去把握这个节奏 像在上周五飞龙数据的时候呢 陈老师给他做了直播 果断的就把握住了这段反弹的多单机会 虽然说后面有所下跌 但我们多单已经获利跑了 对吧 那后面跌不跌 那就没有我们的什么事情了 是不是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接着看直播啊 OK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目前的节奏当中 这个黄金 它到底是要怎么去波动呢 怎么去波动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目前的走势当中 比如说像四小时级别咯 其实目前的黄金呢 方向已经很明显了 基本上是什么呢 基本上没什么变化 就顺势看空就可以了 这个没得选 你还怎么选呢 没得选 为什么叫没得选呢 你像上方2035附近 对吧 暴跌下来之后 寒盘调整继续下跌 那么这种走势 不就是我们这样所说的 加减加的模型吗 是不是 你想一下 前面暴跌 暴漫调整继续下跌 那么前面这是加速上涨 减速调整 对吧 然后再加速上涨 所以说 在这种节奏当中 它止跌 没有止跌 懂吧 既然没有止跌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一段下跌过程当中 前面 这个什么 前面这个阴线的高点 就是上涨的阻力位 什么位置呢 什么位置呢 2010 2010 对吧 没有突破这位置之前 保持顺势看空 这个节奏已经很明显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 一小时级别 OK 我们可以看到 一小时级别当中 有什么信号吗 非常的清晰 怎么清晰呢 我们可以看到 黄金一小时级别 是不是 人家的支撑线都破了 懂不懂 低点 低点 支撑线都破了 支撑线都破了 这属于什么呢 这属于震荡之后 破位下跌 是不是 震荡之后 破位下跌 那么 左侧的低点 就是什么呢 就是它反弹的阻力位 OK 左侧低点在哪里 左侧低点在哪里 是不是在 2010 对吧 2010这个位置 对不对 那我们同时也可以发现 今天的低点 或者说 那个前面飞龙下跌的低点 是在1994 目前行情呢 保持顺势回落 是吧 所以讲了这么多 比如说 黄金的话呢 方向是空 为什么是空呢 上方有压力线 对不对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布林带 持续向下 布林带 持续向下 压制 对吧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反弹之后 形成了倒微型回落 倒微型嘛 是不是 反弹之后 涨不上去 在2010附近呢 涨不上去 倒微型回落 所以这种杰作呢 根本就没得选 你还有什么选的 那只能顺势看空嘛 对吧 所以黄金的话呢 按照目前这个走势 只有一个方向 看空 在没有突破2010的压制之前呢 可以顺势看空 可以顺势看空 比如说 跌到什么位置呢 跌到1990 1980 或者说更低的位置 如果说要去做多 那非得突破2010之后呢 才做多机会 否则的话呢 是没有的 OK 所以黄金呢 大家也不用太担心 目前做黄金 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呢 就是你对这个方向的 方向判断 是否客观 不要觉得 暴跌之后 它一定有大涨 那你想想一下 前面不是暴跌吗 前面2035附近 暴跌到2009 是不是 2039附近 暴跌到2049附近 说错了 2049附近 跌到2009 跌到多少呢 跌到140美金 它都没有暴涨上来 是不是 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 并不是说是 暴跌之后就有反弹 它不是这么回事 这反弹呢 还没有来 懂吗 因此 大家在目前的节奏当中 一定要客观 理性的去分析 而不是说情绪化 不是说 我觉得暴跌之后就要涨 懂吗 那么像目前的走势 行情能不能顺利往下跌呢 那么就期待一下咯 所以呢 大家一样的 找一下屏幕当中 二维码 或关注我们公众号 阿萨社区 回复黄金群 那么大家呢 一定要进入到黄金群 因为直播 我们的直播呢 是实时的 像飞龙行情 就是什么呢 就是即时改变思路 因为行情 并没有按照预设的去走 我们即时改变思路 就能顺利的把握撞前机会 OK 这是黄金 那我们再看一下原油 原油怎么样呢 原油的话呢 那这个就很简单了 因为原油呢 在目前走势当中 它已经是筑底反弹 所以我觉得原油啊 它的走势形态呢 已经是没有问题 什么叫走势 什么叫形态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节奏当中 在这个节奏当中 原油一小时级别 是吧 原油一小时级别 怎么样呢 一小时级别 跌到68.8之后呢 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双底反弹 一个 两个 双底反弹 突破紧线位70.4之后呢 就顺势上涨了 所以说你在星期五的时候 不是提示大家原油要看涨吗 突破紧线位看涨 那么这一段上涨 那一涨了120个点嘛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想要去做这个单 也能撞几十个点出来 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目前怎么样呢 目前的话原油就是说 它涨到左侧压力位附近之后呢 会有一定的压制 左侧压力位就是在72这个位置嘛 72这个位置 对吧 那我们同时也可以发现 它的压力线呢 已经被突破了 就说前面 比如说有个下跌通道的 这种类似的走势嘛 下跌通道的压力线已经突破了 所以通过这样的分析 其实啊 已经得出了比较明显的结论 什么结论呢 第一个原油呢 肯定是看涨的嘛 对吧 它上涨 无非就是回踩之后往上涨 还是直接往上涨 就这个区别 对吧 那如果直接往上涨 那么上涨目标72咯 72对不对 那这个高点是74 那么比如说找到72 往上反弹73 74 这种位置嘛 它逐渐的往上去突破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要稳健一点 就是回踩下方70.5 70.5或70.6 回踩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叫什么呢 叫逢低做多嘛 逢低做多 是吧 所以像原油啊 它就很简单 就只有一个方向 往多种方面去博弈就好了 因此呢 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欧元 英镑 黄金 这几个产品呢 它的波动 有可能会更加曲折一点 但是原油呢 你给出了非常明确的选项 顺势做多就可以了 行情 人方按照所预测的这种波动呢 我晚上直播相见